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一个人的天生异象与命运福气 常常被视为密不可分 在诸多史书典籍和民间故事中 一般帝王将相在出生时 要么是天相异变 比如漫天采光 瑞寿献士等 要么是生下的孩子天生异象 比如双眼如炬 龙同凤景等 这些天生异象 往往被认定是富贵命的象征 然而在这诸多异象当中 出生代体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闻宋太祖赵匡胤 在出生时产房内 就曾散发出阵阵其香 而且这种香味过了一晚上都未散去 因此赵匡胤小名又叫香孩 在相学家看来 那些天生体带有香气的人 往往一生运势亨通 福禄双全 家业兴旺 这种独特的体质 被视为上天赐予的象征 预示着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 将享有无尽的富贵和顺遂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 出生代体相 富贵家业旺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 并结合现代科学解读 这一传说背后的可能原因 在中国传统风水和命理学中 气息和香气有着特殊的意义 气息通常被视为气的外在表现 而气则是影响人生命运的重要因素 出生代体相被视为贵气的象征 这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 香气通常与美好纯净和高贵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香料 还是在贵族生活中 常见的香薰香气都代表了一种高雅的品味和神圣的氛围 而体相也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气象征着正气和祥锐 因此与个人运势和家族富贵有点密切相关 在一些传说中 体相还被视为驱邪必灾的象征 能够为家族带来平安和吉祥 这种观念进一步加强了出生代体相与富贵命之间的联系 使得这一特质在民间传说中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文化意义 此外在命力学中 出生的时辰地点与个人的八字密切相关 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走向 如果一个人出生时伴有体相 那么这一现象通常会被解释为八字中的一个吉祥标志 暗示着此人将在未来的生活中拥有优越的财运和顺遂的人生 在中国历史中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宋太祖赵匡印 生下来就自带香气外 还有不少名人被传说拥有体相这一特殊体制 在相学经典永乐百问中有这样的记载 凡庶民生下小孩 其父见子的绝者何说 莫非是小儿之福乎 对曰 凡小儿生下锐香满是壁主大贵书云 生下身香壁主 父爵身后 荣者如流 阿斗宋太祖生 身距异乡百日 这段话的意思是 在明朝永乐年间 明成祖朱棣 对一些穷苦百姓在孩子出生后 家族突然变得富贵的现象感到困惑 就请来当时著名的相事袁拱来为他解惑 袁拱就以小孩出生 便带有体相为例 解释了这种现象 袁拱说 如果一个新生儿生来就带有 能够充满整个屋子的体相 那么这个孩子将来必定大富大贵 他的家族必定也会因此他而变得尊贵 袁拱还引用了相书里的古画 并举了两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阿斗和宋太祖出生后 体相百日不散的传说 加以说明 事实上 在历史上出生带有一乡的远不止他二人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 他的美貌和香气在唐代宫廷中备受称道 史书记载 杨贵妃天生丽质 体代香气 他的香气不仅让唐玄宗痴迷不已 也成为宫廷内外传送的佳话 他的体相被视为贵妃高贵身份的象征 暗示了他所拥有的宠爱和富贵生活 据传 唐玄宗李隆基在一次前往行宫的温泉之旅中 偶遇了杨玉桓 他的独特香气深深吸引了唐玄宗 使得唐玄宗立刻决定将他封为贵妃并带回宫中 为了纪念这一段美丽的邂逅 唐玄宗还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座名为陈香亭的亭子 并邀请了师仙李白为其提名 自此杨玉桓的家族飞黄腾达 他的父亲杨玄衍和唐兄杨国忠都被封为高官 一时之间全是滔天 他的三位姐姐也都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 当时杨家的显赫无人能及 然而历史上杨贵妃的悲剧命运也让人们意识到 单凭体香或外在的贵气 并不足以保证一生的顺遂 他的故事也提醒世人 真正的富贵不仅在于外在的特质 更在于内心的智慧和命运的掌控 除了杨贵妃 历史上还有其他一些人物 据说拥有特殊的体香 如西施 甄嬛等这些人物 大多与贵族宫廷生活相关 体香成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 也被后人视为他们特殊命运的预兆 这些故事的流传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 也为出生代体香富贵家业旺这一观念 提供了更多的佐证和文化背景 以及增添了不少色彩 尽管出生代体香在传统文化中 有着深厚的象征意义 但还是显得有些玄幻 而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人体的气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基因 饮食 健康状况等 某些人可能由于基因的特殊性 体内某些化学物质的分泌较为旺盛 从而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体香 这种体香虽然在现代看来可能并不特别 但在古代缺乏科学解释的背景下 它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含义 另外 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一个人是否带有体香 比如 古代的某些贵族家庭 可能会使用名贵的香料来沐浴 薰衣 而新生儿在出生后也会因此沾染香气 这种香气在古代缺乏科学知识的背景下 可能被误认为是婴儿天生自带的特质 从而被赋予了吉祥的象征意义 此外 母体在怀孕期间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也可能影响胎儿的体味 如果经常食用芳香植物或香料 可能会通过洋水等途径影响胎儿的体味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出生代体香的传说 提供了科学解释的可能性 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出生代体香也并不能完全服众 但是单从体香这一现象来看 还是有其生理基础的 从身体散发出的气味来看 这可能是人体新生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现象 例如皮肤分泌的皮脂和汗液 在氧化或细菌作用下会产生特定的气味 汗液本身的味道并不强烈 但汗液中的水分和营养成分 却为细菌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细菌在繁殖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些具有特定气味的物质 每个人的体味都是独特的 就像指纹一样是个人独有的生理标志 这种体味的差异性可能受到遗传 饮食习惯健康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在与伴侣亲密接触时 会感受到彼此的体香 而这个体香或许不是真的体香 可能暗示着双方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情感联系 也就是说气味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 它深受情感和主观感受的影响 当两个人彼此相爱时 他们可能会觉得对方的体味特别迷人 而这种感觉在其他人看来可能并不相同 正如那句俗语所说 甲之蜜糖乙之披霜 每个人对气味的感受都是独特的 曾经也有姑娘在网上分享她的体香体验 她提到在热恋期间 她觉得男友的体味非常迷人 但当关系结束时 同样的体味却让她感到厌恶 她甚至怀疑自己当时的嗅觉出了问题 这表明情感不仅影响我们对一个人外貌和性格的评价 还深刻的影响着我们对对方气味的感知 这种现象揭示了情感与感官体验之间 复杂而微妙的联系 当然还存在另一种说法 人体的皮肤和汗线会分泌一种 对异性产生吸引力的化学物质 也就是所谓的信息素 而这些物质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香气 所谓的信息素 也被称为费罗蒙或外激素 是一种特殊的化学信号物质 这种物质由个体分泌并释放到外部环境中 能够被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 通过嗅觉感知 进而引起接收者的行为 情绪 心理 或生理上的变化 在人类中 信息素的分泌具有性别特异性 例如 通常认为男性信息素的代表是雄二西童 这种物质被认为能够显著影响异性恋女性 和同性恋男性的心理状态 并且能够微妙地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而女性信息素的代表是雌四西纯 但是人类信息素这一说法 目前尚未在科学界达成最后的共识 研究数据也相对不是很丰富 所以只能作为参考 也有人说 女性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体香 实际上可能是被长期使用化妆品 和日常护理产品所留下的独特香气给淹入味了 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幽默 但仔细一想 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长时间使用那些带有清新香气的洗发水 沐浴露护肤品 香水等 甚至是衣柜中的熏香和清新剂 这些产品中的香气成分 会逐渐渗透到皮肤中 形成一种个人独有的体香 但是这种体香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去 并不会长时间留在自身 在现代社会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命运观念的转变 出生代体香这一说法的影响有所减弱 然而 它所传递的某些文化信息 如对家庭兴旺的期盼和对个人命运的重视 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例如 许多家族在选择婚姻对象时 会重视对方是否具有贵气或福相 以期待为家族带来好运和兴旺 同时 现代人也开始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 解读这一现象 认为它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对成功的追求 尽管时代变迁 出生代体香这一说法依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它提醒我们 在追求物质富裕的同时 也不要忽视内在的精神和道德修养